如果再回到从前 所有一切重演 我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 不怕做这打击 没有空虚埋怨 让我看得更远 如果再回到从前 才是与你相恋 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 还是热烈以后 简短说声再见 给我一点空间 我不再情绪诺言 不再为谁而把自己改变 离经生活誓言 爱情挫折难免 我依然期待明天 如果再回到从前 还是与你相恋 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 还是热恋以后 简短说声再见 给我一点空间 我已经替你办好了出院手续 免得你又东跑西跑的 放不下工作 又放不下老同学 你的行李已经让我爸爸拿回去了 至于你的诊断书和该领的药 我看你还是自己去请教医生吧 我看 他已经快被你气死了 谢谢你把这个家伙送回来 你一定要等到下个月 你先生回来之后 才回南部吗 我 那我干脆送你几件衣服吧 老师穿这一套也不太好吧 拜拜了 别追了 追下去了 更糟了 我不想回去 我想回乡下老家去 你既然医生说 我只剩下一年的时间可过了 我头一件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回家 我一直很少回家 每年都是过三节的时候回去照个店 本来我是想 等自己有点成就 有一片天下以后 再回去奉养双季 这边我突然想到 儿女们在父母那欠下的亲戚 其实就像一个人在外面周转钱一样 只要这笔生意一直在做 你就可以一直借之下去 顶多就是利上加利 怕本金弄得越滚越大而已 可是现在 你却忽然被迫停止营业 换句话说 是你那套等我赚了钱再还给你说次 已经不能用了 于是乎这笔庞大的本金铺 你必须一次立刻还错 我现在最苦恼 最不能兑现的事情就是这个 我在爸妈那里欠下的太多 我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年之内 就把我所欠下的孝心一次还清 你一定很奇怪 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效心呢 对不对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这就是人之将死 齐言也善 好了啦 死人啊 你要把自己挖苦成什么样子 才过瘾的 你说的没错 我还真的快变成一个死人 如果再回到从前 所有一切重演 我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 不怕作者打击 不怕作者打击 没有空虚埋怨 让我看得更远 如果再回到从前 才是与你相恋 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 还是热恋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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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 改变 历经生活誓言 爱情挫折难眠 我依然期待明天 爸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我在 别人看研究开场议 我让你马上替我跟他解除婚约 我别人来结婚 我别人来结婚 这五分不同的资料千万不要搞混 该接下哪一家 就打哪一家面前的电话 千万不要偷懒 不要嫌电话远 还有 不要以为你自己的记忆力能够强过任何人 你不是机器 总会有失神大义的手 是的 我知道 连你这么有自信 可以活到一百岁的人都可以患绝症 我又还敢自信什么呢 没关系 我绝对同意你的说法 好 我走了 我把BBQ也留给你 回电话的时候呢 你就说 你是我临时聘请的集合秘书 我出国去了 在这段期间 一切的事物 都由你付着联系 柯强 你真的放心把事情都交给我 我当然放心了 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我 是最了解你才干的人 同时 也只有你 你最清楚我需要什么 和我不需要什么 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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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让我再看到你想哭的样子 我现在是病人 病人最受不了这些 对的 哎呀 好了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坏蛋 你有没有发觉 我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 很好啊 就算有什么不一样 你是有进步的那种不一样 我是在提醒你 现在在你我之间 还夹着另外一个人 我 我 我 你是说 你那个已经死去的老公 虽然他已经死了 可是他还活在我心里 郭女士 关于这一点 你就不要太烦心了 因为一年以后啊 我自然会到地底下 找他算这笔账 好厌的 好厌的 我看着你还是个相当有理性的人 我就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你 你的确得了一种绝症 就在我们替你拿身杖里的小结石的时候 顺便也发现了这种组织 好厌的 好厌的 好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居然就只剩下一年好活了 你一定要等到下个月你先生回来之后才会南部吗 那我干脆送你几件衣服吧 老是穿这一套也不太好吧 老是穿这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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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